好,觀眾朋友,我們開放Coin,聽聽您寶哥的意見 來,新北市的謝先生,謝先生您好 來,謝先生請說 來,謝先生您在線上 請問有聽到嗎? 有,請說 像你們以為馬英九會在乎剛剛講的事嗎? 他到時候又說他是看報才知道的 或者是說謝謝指教 事實上還有更無恥的事情 昨天的將官晉升典禮 我們的總統提到一件害人聽聞的事 說到阿扁政府時期對美國軍售困難重重 只買了86億美元 而他馬英九時期通過核准了 就已經達183億美元 這種說法企圖讓人認為 美國在扁時期之授台軍購是比較嚴格的 但是馬英九似乎太污入人民的記憶了 不過是三四年前的事 我們都知道 當時布希總統為了促成台灣軍售 甚至積極幫我們洽詢德法荷蘭等國家 是否能夠幫我們建造美國打算授台的八艘潛艇 甚至要求美國造船長 重啟才有動力潛艇的生產線 為我們建造潛艇 我們很清楚的記得 當初阻擋美國軍售台灣70多次的 正是你當黨主席的國民黨立委黨團 而你馬英九本人更多次 為你成功阻擋美國軍售台灣而沾沾自行 而你現在卻反倒引你向美國軍售 比阿扁多而自我炫耀 這就是你所謂的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嗎 當然國民黨一定要自言去說說 他們反對的是阿扁的開始經過 但是事實證明你們當初阻擋了 不但延誤國軍武器升級的時程 而且你現在所買的武器 不但沒有比阿扁時期同樣質量的武器 還要多 價格還比阿扁的時候高出一千多億 謝謝你 謝謝你來 嘉義的郭先生來 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會說現在你在民進黨要用幾個大 做過大隊啦 還要叫黃世民的法務部長 你叫人說選去檢基人買票 但是人家現在不敢檢基 看到你在調查都說你選到 後到檢基人我們死的 所以就要選不選說 如果要檢基就向你民進黨 電話給你來領幾個大隊 沒什麼票 現在五個都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核 再來台灣人如果不參選 後來不用選了 這家人如果不選這個社 這個用到那裡 最怕他們 這些孩子幫忙出來 五個孩子都幫忙出來 就糟糕了 所以我們大家 用這個核就不要自己 不然你民進黨你就糟糕了 好 謝謝郭先生來 嘉義的陳先生來 譚先生你好 我說你好 你好 鄉伯啊 我替你懷疑 你懷疑 你懷疑不到五千塊 你是只選不住而已 這樣 那又沒有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但是高祖鵬 你如果回到我這個司法提案 高祖鵬也是懷疑到五千塊 賀書就去挑老鼠殺 又就丟陷死 又管長不用做 所以我替你懷疑 我天大的案子 我多敢辦 這不是鐵漢嗎 我怎麼辦 我是依法辦理 嗯哼 我剛剛說過 我順暗百條 啊 春菜 拿一條去拿 應用之妙 存乎一新 這就是 書法提案 啊 這才馬英九 剛剛說 蔡英文違憲 他違憲在先 四百年的憲法會 欸 你為什麼不行 你違憲還可以當孫總統 嗯 啊 他就憑什麼 要去詛責蔡英文 只有一個屁啦 他都在講的講座 劉毅如喔 這網公阿爸啦 他們老爸一世英明 毀他一旦啦 怕他存明 這個地方 可悲可問 他不是打手 他就是炮灰啦 嗯哼 朱美青喔 嗯 叫他睡三十多年 他不知道他馬英九 是什麼卡小 粉老鼠 溫良公正人 欸 台灣人民疼得了嗎 嗯哼 只有一些 叫他報政委書 在做報廠 有品教育 才十多億 啊 他叫有品教育的什麼 列車長 嗯 他會感謝 好 謝謝陳先生 來感謝你 台北的黃先生來 王先生你好 來黃先生你好 黃先生有在線上嗎 黃先生 來台中的蔡先生來 蔡先生你好 嗨 憲靖大家午安 聽你什麼 我們剛才李建昌 先生 立委 剛才所說的 我說的聽 嗯 嗯 過期阿扁在接政的時代 他在做總統的時代 是不是那些 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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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 他如果要出國 就都已經 都知道了 嗯哼 這過期阿扁在做的時代 就這樣啊 嗯哼 原來阿扁在做總統 就這種情形 就發生了 這什麼 紙人報 這個國民黨他不敢做 嗯 我現在在聽說 全國所有的 這個 在岸南 包括國家所有的 總統是 國家的兵 不是國民黨的啦 嗯 聽全國鄉親 要大家認同啦 包括我們台灣 是國家兵 不是一樣啦 聽鄉親 全國鄉親 不可以叫媽媽 叫我們分掉 這幾個月 中華民國在台灣嘛 對吧 中華民國 台灣這個所有的 這塊土地不是國民黨的 你得搞清楚 嗯哼 因為你 你 過去他們 中華民國在台灣 好像有 我們現在說 要做這塊土地去 去工廠 對嗎 嗯哼 或是說 我們有錢 要去買這塊 賺錢 來賺錢 來賺錢 什麼 農社牌 如果賺錢 就是賺錢 對 中華民國在台灣 就是一個貨錢 所以 這塊土地是我們國家請專家 鄉親 我們大家運動 我們國家的地位 不可以叫媽媽 就把我們分掉了 謝謝 來台中的莊先生 來 鄉嫻你好 小嫻你好 你好 台中的來賺錢 大家好 嗯 台灣人民 今天你們有看到嗎 看到媽媽 可以利用 國安局的 你了解 蔡英文的 事件 好 好 謝謝莊先生 來高雄的蕭先生 來蕭先生 你好 朱提琳 各位來賓 大家午安 馬英九 統治校的台灣 是民主國家嗎 如果是 那麼整個國家機器 全部動員 為馬英九助選 不說 而且動用國家 預算資源 為馬英九助選 那麼 在野黨候選人 怎麼辦 這是一場 極不相稱 極不公平的選舉 連國安會 調查局都 積極來介入 全面健康 在野黨候選人 都一起 都一切的動態 而且 每日要 崇報馬英九 馬英九 你不必出來說明嗎 難道 我們的國家 是要獨裁嗎 台灣又進入 白色恐怖的年代嗎 馬英九 你是不是要當皇帝嗎 如果別人 不能當總統 那麼 國民黨你們 國會是文字上的其次 你們就修改憲法嘛 讓馬英九 去當馬房算了 何必讓會民主民膏來辦選舉 我也要再出的批 劉易如 你這是書文掃地 一代的變造偽造文書 而且移發節目隱藏文書 打擊蔡英文 地圖屬連不當選 更嚴重的是 你出老天被抓包了 竟然還不下台一切個人 請問你有何面目 作為工廠之上 人不住修持自處地步 夫婦何遠 台灣原本應該站出來 支持在野黨 讓台灣自治能 不回正軌 同時應該把那些不法 不中立的官員 以送法辦 為民除害 以正數聽 謝謝 好 謝謝高雄的蕭先生 台灣無庸置疑 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可這場選戰打到現在 今天我們看到 北韓金正日在辦喪禮 馬英九總統是怎麼樣 把台灣變成一個共產國家嗎 還是說他打算去北韓 去北韓當一個領導人 領導人都是世襲的 不用透過民主選舉 為什麼國家機器 變成所謂的 國民黨的打手 其實不只是在國安會的部分 不管行政動員 我們來看金建會 金建會 在今天進行年終記者會了 有這樣的一個主委 所以出現這樣的一個副主委嗎 因為外界質疑 包括劉易如 不好好的拼經濟 忙著當選舉打手 劉易如今天回嗆 經濟不是用救火的方式來救 而是中長期的經營來的 現在經濟狀況是不錯了 是黃藍燈 他覺得不錯 另外呢 有這樣的主委 出現這樣的一個副主委 我們要稍後讓你看 金建會副主委 胡仲英 他怎麼說 胡仲英怎麼講 重點在於他認為 因為總統大選提前 1月跟立委選舉一起進行 如果政黨輪替 從1月15號到5月20號 將會有四個多月的施政空窗期 重點是結果可能 因為都會衝擊到明年的經濟表現 結果非常嚴重 就是說沒辦法 那是送的動算 出一門動算 台灣的經濟在明年非常嚴重 這樣的一個副主委 也不應該下台嗎 我們看看今天年中記者會 所以也許他也問了一些 這個細部的資料 那麼他看了 他判斷說不會是藍燈 所以不是我們告訴他的 給破壞監預期 11月景氣燈號稱起黃藍燈 行政院副院長陳沖的一句話 有沒有影響 金建會主委劉易如 上午主持年中記者會時鄭重否認 但副主委一席 明年政黨如果輪替 經濟恐怕更糟的言論 引發外界揣測聲浪 如果變天的話 它影響的很大呢 其中一個就是說 我們兩岸的關係 包括EKFA的這個 是不是繼續向前推進 還是說我們要重新檢討 這是不同的兩個主張 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 歐宅問題遲遲未解決 劉易如認為明年第一季 將是經濟谷底 但台灣拼出口 穩內需 雙重並進 因此不需要太過擔心 歐洲看起來是在明年第一季 或是甚至第二季 看起來不怎麼好 所以國際的預測呢 都覺得明年第一季 普遍是不好 可是台灣是真的有很多的作為 監禁的會上 劉易如不少時間 越講越激動 拿著主持棒 甚至站著談論經濟政策 就是怕外界認為 他只管宇昌案 不把心思放在舊經濟 經濟不是靠救火隊做起來的 經濟喔 不是經濟的東西 我希望他們不要講這種 這種 就是說經濟 經濟怎麼會是靠救火隊呢 經濟的東西有非常不同的層面 沉穩的層面 所以為什麼要叫做 短中長期計畫 劉易如說 關鍵的宇昌案公文 今天下午就會全部公布 只是還會爆出多少整理話題 外界都在關注 三新聞經濟發余佳號 SNG小組 特別報導 好經濟不錯 是真的不錯嗎 其實我們發現的是 其實本來就應該是藍燈了 為什麼 來看一下去年起 從熱絡的紅燈一路去疊 這是台灣的景氣 從代表熱絡的紅燈一路疊到了 代表 我們看到代表各項經濟指標都顯示 來看一下 來代表經濟轉向第一名的黃藍燈 這一段我們看 11月份的景氣燈號出現8月以來 第四顆的黃藍燈 總分數17分 再降一分 就掉入象徵景氣第一名的藍燈 在九項構成指標中 減分項目有工業生產指數跟海關出口值 股價貨幣總計 有M1B 直接跟間接基隆跟就業人數都維持不變 其中工業生產指數是2009 9月以來首度轉為負數 注意看喔 從黃藍燈掉入了藍燈 海關的出口值呢 從綠燈轉入黃藍燈 原本外界推估也會變燈的製造業銷售值 則是在經濟部下修10月數值降低比較值之後 才從11月的燈號維持黃藍燈 你看喔 是下修喔 是下修喔 否則呢 這個項目將轉為藍燈 綜合分數也將減一分 警氣燈號就會亮起藍燈 有沒有看到他下修的這一個 其實本來就已經藍燈了 已經呈現警氣低迷的藍燈了 這是我們的警氣狀況 是這麼糟糕 然後呢 來看金建會主委之外 副主委 金建會副主委 胡仲英說 明年台灣的經濟有兩大衝擊 一個是國際的經濟情勢 歐債危機 明年二三月將進入還債高峰期 第二個呢是總統大選的結果 繼續來看喔 他說這也是最重要的變數 他說這最重要的變數喔 如果歐債危機沒有持續惡化 總統大選沒有變天 沒有變天 雖然領先指標持續走滑 即使領先指標走滑沒有變天 但明年第一季應該會落地 第二季呢 落地之後呢 第二季景氣渴望逐步走洋 就是說 慢慢繼續連燈啦 繼續連燈呢 第一季會落地 第二季呢慢慢會走洋 然後呢 他繼續又講了 就是我剛剛講了 明年的施政空窗期 施政空窗期呢 如果 如果 你看喔 如果政黨輪替 從1月15號到5月20號